媒体报导事实,但难道他就只能如此僵化死板吗? 12月2日,知名主持人李斯端先生在师大礼堂举办通事讲座 让你知道媒体也能有效益 他认为动机之外还必须将他发展成创意 演讲当中,他也鼓励同学多看国际新闻,充实自我 他同时大方分享他的媒体经验 同学听完讲座,纷纷表示收获良多 主要应该是因为,就跟他有点相似 是上手幼稚园的时候就有舞台表演的经历 然后我就蛮喜欢掌声 校园记者,言如玉,罗亚轩采放报导 各位好朋友们就能做替我 好朋友们就能做替我 好朋友们就能做替我 幻想不游戏